对朱元璋的评价向来是两极分化 要不就是仁义明君 要不就是残忍暴君 清朝人赵义看史书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困惑 他给出一个解释 他说这朱元璋大概是集强盗圣贤豪杰等诸多性格为一身 所以才会出现如此混乱的评价 现在网上的说法是清朝抹黑朱元璋 尤其是乾隆 他禁书修书抹黑朱元璋的事一定是他干的 其实接朱元璋的短是从明朝明仁宗年间开始的 朱元璋在世的时候那形象一定是高大上的 明朝的观修史书明太祖识录 就夸他有圣人的基因 洪武圣政纪 这样的私人著作里也吹嘘朱元璋的功绩是正古绝经 永乐年间的天皇玉蝶 更是把朱元璋吹上了天彻底神格化 当然这是朱棣打着恢复洪武救治的旗号 这是政治需要 可是到了明仁宗和明宣宗的时候 就频繁了被朱棣迫害的建文朝大臣 原本被封禁的建文朝著作也随之解禁 这些著作就揭露了很多朱元璋时候的冤案 比如方孝儒的殉至斋集就涉及了大量的朱元璋黑材料 书中的空印案就写了朱元璋不纳中言乱杀建臣的事 等到土木之变 这明朝日渐腐朽 文人们也不再沉溺于对皇上的崇拜 表面上写东西批评朱元璋 其实就是利用朱元璋的例子 对本朝皇帝做一个警示 讽刺的是随着明朝晚期 北部边疆战事吃紧 朱元璋在文人笔下 又变成了驱逐达鲁的英雄形象 朱元璋的形象再次轮回